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河培里牧师去世了 他享年是99岁 那么他在99岁生成的时候 他说了一句话 他说跪下祷告 直到你和上帝已经成为亲密的朋友 我无法用祷告中的日常习惯来形容 祂赐给你喜乐和平安 这个年纪99岁的仆人 竟然都一直到这个年纪 还在祷告 靠着祷告与神亲近 葛贝勒牧师去世了 那么他在生前走过185个国家 第一点论文明 全世界有多少个国家 全世界就是197个左右的国家 他将几乎走遍了全世界 这是圣经所做的走到地级 是可能的 不是不可能的 第一点论文明 他竟然在向2.115亿的人布道过 另有数百万人在电视台和电视前面 聆听他的讲道 布道 他真是一个仆人 也是我们的榜样 他甚至都去过北朝鲜的布道 第一点论文明 我有时候想到 是他能走185个国家 我们不见得能走185个国家 但是我们能走一个国家 那是中国 那是我们的母国 我们语言言通 我们应该回到中国传福音 真是这个贝勒牧师 就是一个 他选了一个非要选择 他的人生是完全非要选择 他却是民主书其事的伊克精兵 有人说人生有两个剧 大家都知道人生有两个剧 是什么剧 一个叫喜剧 一个叫悲剧 同不同意啊 那么英国的一个作家 叫王尔德 他去修正这句话 他说人生只有悲剧 为什么是这样 王尔德是这么说的 人生有两个大悲剧 一个是你想要的东西得到 人生多少人得到 他想要的东西 但是很多人想要的东西得到 实际上得到之后 他就没有意思 没有奋斗的目标 也是悲剧 那么对基督徒来说呢 我们在地上呢 确实也有两个剧 我们人生真是有个悲剧 对喜剧 但是最重要的是 我们要得到耶稣 基督 我们才有永生 这个永生就是个喜剧 我们最终都是以喜剧来进入永生 那么我们在天上是永永远远 是个喜剧 那么怎样的人生才是最完美 有人说十二无憾的人生是最完美 那么有谁的人生是最完美的呢 这个天地下 我们整个人类只有耶稣基督的人生是最完美的 因为他在三十三年的人生光景中从来没有犯过罪 他人生的每个阶段 每件事都成就了父神的子弟 那么我们反过来看圣经中的很多人物 第一点 圣经中的人物有哪个是完美的呢 都是不完美 我们曾经给大家发过亚当到亚当这个就业人物 大家看一下 大家都是完美的人物 都不见得 那么马主撒拉那时在地上活了最长的年岁 就969岁 他完美吗 不见得 那么罗西 三国 大卫 人生完美吗 他们都有些缺点 那么今天我们只要好好跟大家分享一下 大卫 就是保罗的人生 保罗是说 你们要下法我 下我 效法基督 保罗最后在生命结束的时候 说了一句遗言 接下来他说了 那美好的仗 我已经打过了 当跑不落 我已经跑尽了 所信的道 我已经守住了 从此以后也公义的断绵 为我存留 人生可能有很多遗憾 但在这个有限的人生 甚至是一去不复返的这个人生中 不是说想过完美的人生 而是要按圣经的要求 我们去过这个人生 圣经怎么告诉我们过这个人生 圣经告诉我们 让我们做良心无愧的人生 圣经告诉我们 让我们坦然无惧地站在基督审判台前 这个才是时而不患的人生 所以奥斯丁 奥斯丁在神面前这样的讨告过 神啊 我的心得不到安息 直到安息于你 直到安息于神 我们的良心 我们的所有心 实际上得到安息 我们教会定了未来五人的教会的目标 我们真实求神带领 我们这个教会能够变成祷告的教会 能够变成宣教的教会 能够变成全新奉献的教会 那么我们就得来做一个不一样的选择 那我们就得来选择做基督的精兵 我们来一次读今天的主题经文 大家一起来读啊 那美好的帐我已经打过了 刚跑的路我已经跑进了 索性的道我已经守住了 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关联 为我存留 安公义的圣汉的主 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 不但赐给我 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 继续读啊 你要和我同处苦难 好像基督耶稣的精兵 凡在军中当兵的 不将食物缠身 好叫拿交他当兵的人的喜悦 第一节目们 这就是说基督耶稣的精兵 你做精兵 这就是保罗在灵中 在诀别的时候 跟提摩太提出来的 那么人到快离世的时候 说的很多话都是非常的忠诚 在保罗在人生的终点的时候 也是他要快进入荣耀 他要去得胜的时候 他把人间的所有的废物之言 交代给他的接班人 他说了什么 他说打过了 他说了什么 跑进了 他说了什么 守住了 这个三个当兵的动词 都是完成词 保罗在此确信 他已经完成了主 所交出他的任务 那么我们每一个基督徒 也同样都有一个不一样的选择 我们都可以选择做基督的精兵 那么做基督的精兵 就有三个大任务 我们要去做 我们首先要面临 属灵征战 我们第二个要 我们要去奔跑了属天的道路 我们第三个要 持舍信仰 我们看一下 首先 要走这样 成为基督的精兵 我们就要参与 属灵征战 为什么 保罗说 那美好的仗 我已经打过了 保罗把这个属灵的征战 当作我们人生的战场 人生就像不战场一样 看到吧 那没有好仗他已经打过了 而且呢 他没有打败仗 他是等着顺仗 基于结论吧 在中国的时候呢 中国不是说强制当兵 中国是义武兵 你愿意当兵就去当兵 那么我们这个年代呢 我们学习好的人都是一班考大学上大学 那么家里就留下来说 好多大学都在家里做农业 那么很奇怪 我的姨妈家的孩子呢 身高都是一米八左右 身长体壮 长得也倒非常帅 真的是那么帅 那么暴动的人 那怎么办 他们就去当兵 他们就六个儿子 好像除了一个之外 身前都去当过兵 那么那个年代 好像当兵是两个孩子 还是三年 我们不记得吧 那么他们也就是当兵了 那么他们家里我们家有二十多里远 他们每次当兵穿着军装 往下坐搭客往下走的时候 路过我们家 因为我们的美火车 还有坐搭客 然后最后中山火车站 那么每一次他们来 六个儿子 五个儿子当过兵 每一个当兵都是路过我们家 给他的姨妈妈 叫他的姨妈 也来告别 哎呦 每次见他们告别 好像是叫人家死了一样 痛苦流涕啊 我当时就不明白 当兵嘛不是 第一点问嘛 为什么当兵 这么苦来不去 因为当兵 不是开了教 当兵都真枪 真道 甚至会出人命 当兵是非常认真的 没有一个当兵说是有假兵 我们出来没说是有假枪 假炮 当兵就是真的 那么做一个基督的精兵 保罗在这儿告诉我们 我们要去参加这个属灵征战 那么这个属灵征战 就不是肉体上的征战 不是我们肉体上的打开打去 实际上是灵性上的征战 那么这个属灵征战出哪里来 一般从我们肉体的私欲 也还说过我们有肉体的情欲 眼目的情欲 精神的骄傲 那么这个肉体的情欲和私欲 就会引起属灵征战 还有这属灵征战出哪来 外面环境的攻击 外面环境会攻击你 所以你也会要介入属灵征战 但是保罗说他已经完成了这个战 而且打得非常的圆满 并引解论了 我们面对什么样的属灵征战 有没有想过 我们是不是要明白 面对这个征战 而且在每个征战中 靠主得胜的 我们是不是每天在那里征战 想不到我要靠主的方法 有没有想过 还是靠走后门 前律师 或是世界上的一些能力 这就是神在提醒我们 属灵征战 我们应该怎么做 那么属灵征战 我们一定要是在信仰上战胜 我们一定要在信仰上守得住 那么圣经告诉我们 在信仰怎么能守得住 怎么在属灵征战中 在信仰的保持坚定 能够战胜 这是以夫所说告诉我们 要穿戴神所赐给我们的全副军装 就能抵挡魔鬼的轨迹 如果有了军装 我们才能抵挡我们的轨迹 就像钢兵一样 钢兵有军装 因为我们并不是为血气的征战 乃是于那些指正的 掌权的 管辖 自己用暗世界的 一些天空属灵气的恶魔 征战 这一节目呢 那么我上大学的时候呢 我是电子系毕业的 本科电子系 研究生搞充讯 那么我对电子上面 应该是很有本事才行 很奇怪 我研究生毕业 这么回了老家 那么我家 然后我哥的家那个半套体就坏了 他就说 阿姨弟弟你修一修吧 念了这么多没书嘛 哎呦 真是惭悔 同步同步 就念了一个半套体就同步 同步明白 那么后来呢 我就到深圳打工 那么深圳到外资厂打工 那么九十年代去打工 会是什么国家 到处都写那个照片文化 那个照片文化怎么写 高薪承聘 你现在在哪里看到的高薪承聘 谁又不高你工资 谁怕我给你压工资 那个时候都是高薪承聘 我去哪里都是哪家工资高去哪里 面试几个哪里工资最高去哪里 那是打工嘛 第一点问嘛 我为什么能找到这样的工作 就是凭着我的文凭 凭着我的点理论 凭着我的那点英语 实际上没有本事 实际上真的是没有真本事 但是移民到加拿大就不同了 移民到加拿大就动真枪真刀 你没有本事就理论多高是能用的 所以我到加拿大又重新学了很多东西 同时也去实践 才进入真正的职业战场 基督徒呢 我们在信仰中战争也是一样的 我们有理论知识 我们也可能披戴这个军装 但是我们已经在信仰上 站立的稳 能站得住才行 我们有认识真理 但是这个真理一定要去实践 为真理要打了美好的仗 这就是保罗所说的当兵 这个当兵才是精兵 那么西洋上战争呢 要当精兵 而且要面临苦难 保罗在告诉我们 你们要和我同书苦难 好像基督耶稣的精兵 凡在军中当兵的不将师母缠身 我们当兵的人就不能一生两者 有没有说一个当兵又是在地上又有什么词 没有的 当兵就是关门 你就是全国的训练 所以这才能变成精兵 精兵就要专心 不要有别的思念 不要有别的东西在缠着 所以一个当兵就不能在平民感性一样 做平民感性的事情 那么这也是招我们当兵的目的 那么我们基督徒就是个当兵 我们基督徒就是精兵 招我们的就是耶稣基督 那我们就要讨他的血 我们要专心采取 那么我们专心就会得罪人 有没有发现 我们在信仰战争的时候 我们难免就会得罪一些人 包括保罗 保罗为了立方坚定 他得罪了很多人 他被人逼迫 被迫害 甚至被人追杀 什么都打过 第一节目 那么圣经告诉我们 我现在是要得人的心呢 还是要得神的心 我们如果再面临到神的讨神喜悦 跟当讨人喜悦发生冲突的时候 怎么办 这就是圣经的教导 我们是基督的精兵 我们肯定是讨 找我们的内人的喜悦 找神的喜悦采取 我们不会求求人的喜悦 所以我们信仰站立得住 我们就会面临苦难 就面临战争 甚至面临受迫害 所以我们要站立得稳 在两个很难取舍的时候 求神的福音 才是可以的 世界上有十大 基督徒受迫害的国家 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猜出来 感谢神 中国还没在这个名单里 那么现在呢 这么多基督徒在受迫害 全球有 每年有十万个基督徒被杀害 我太蒙福了 全这个北美的基督徒 应该是最蒙福的基督徒 什么都有 你就来敬拜神 感谢就行 但是多少基督徒都忘了这个恩 两页的人受到迫害 这就是每年 那么看着这个名单 这十大迫害 是基督徒最严重的国家 排排排排到最后 排到北韩 很奇巧的是 反过来这些受迫害的国家里 福音在增长 看到福音派增长的最快的事物 就是这几个受迫害的国家 福音反过来在成长 弟兄姐妹们 我们有时候温馨资本 问一下我们的光景 我们为了福音受过什么迫害吗 我们为了福音在属灵征战上 信仰战争上 我们做过什么事情 我们顶多就是主日能够懒得起床 顶多就是主日能够来 早一点来教会祷告读经 顶多就是来敬拜神服事神 那么这个我们有时候都很难做 别说是信仰上受迫害 所以我们这个就是要问我们自己 我们是不是基督的精兵 我们能不能在我们在的环境下 为主而活 葛佩礼牧师是在葛佩礼那个年代 他已经为主 把自己的生命都交出来了 神会让我们每天都像葛佩礼一样 就中了大概多少家 但是神在我们自己的环境中 我们就在这个教会 甚至在这个中国的圈子 甚至我们大陆这个圈子 我们要去实现我们精兵的样子 那么我们每天就要坚持 现实生活中去做基督经兵的样子 那么我们基督经兵的样子 我们能做什么 我们有没有发现我们能做什么 我们能做的就是团契 礼拜五个团契 我们能做的就是主的敬拜 我们能做的是每天如今两章 我们还能做的就是你每天能够在内室里做祷告 第一点 这就是我们能为主做的 那么这个有没有主力啊 我估计可能也有主力 那么这个主力是从哪里来的 就是魔鬼下旦 魔鬼下旦 魔鬼下旦 它会重重重做的 让你做神的对面的事情 它总是会做的 让你说不用那么做 不用那么认真 什么精兵啊 拖拖拉拉拉都可以 反正你画个名都可以 这个声音就是魔鬼下旦的声音 我们是精兵吗 我们跟这个前阵子打上的精兵比 我们的光景在哪里 圣灵会经常光照我们 会经常插我们的心 圣灵也会鼓励我们 给我们信心和能力 让我们有全心奉献的心智 那么鼠邻正仗上还有肉体上的征战 像保罗一样 保罗也非常的明白 很想好好服侍神 但是他的肉体上的征战 总是在有两个律 他说我觉得有个律 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 便有恶和同在 这就是我们的光景是一样的 保罗这么伟大的神的仆人 同样面临这个问题 但我觉得在肢体中 内容一个律 叫我心中的律交战 把我辱去 叫我服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 这就是我们属灵 基督徒们属灵的光景 我们能够为服脉的事情 实在是太少 但是连自己的事情 我们总是被另外一个肢体 犯罪的律的托着 托着我们不能去做神喜悦的事情 那么在这两个交战中 重生的人 就是靠圣灵能够得胜 得胜的秘诀在哪里 得胜的秘诀在这里 就是要靠着圣灵 我们要体贴圣灵 圣灵让你去做什么 你去做它 你才能够得胜 而不是靠落体中的那种情欲 落不动的那种懒惰的心情 去得胜 所以保罗就敢说 他们那美好的仗 他确实打过了 所以呢 打这个圣仗 就是要去靠着圣灵 去增战 那么习伯乃书才告诉我们 现实中有多少先辈们 已经走过这条路 习伯乃书是一样告诉我们 又有人忍受洗弄 鞭打 昏瘦 监禁等各种折磨 有人被师父打死 有人被拒绝死 有人受撕探 有人被腰杀 有人提到绵氧和三氧的体 各处奔跑 受贫乏 患难 受害 第一点 习伯乃书告诉我们 这些人是被 去这世界的配偶的人 我们这是基督的精兵 我们不守这个世界 我们最终要去 神给我们安排这个世界 圣经早就告诉我们 这些人都不配这个世界 所以保罗也告诉我们 谁能使我们 与基督的爱隔绝呢 难道是患难吗 是痛苦吗 低过吗 饥饿吗 其身肉体吗 危险吗 是刀剑吗 没有 没有什么事情 能够让我们与基督的爱 隔绝 那么在这些肉体的争战中 他没有让我们后退 神一直在通过圣经 向保罗告诉我们 那美好的藏理 他已经打过了 给我们这样一个心事 那么我们在参加 所谓的争战中 为正义而战 那么世界上有很多歪理 邪说 那么你要真的来读经导话 你才知道什么是真理 如果不读经导话 你有时候把自己的观点 给当了一个圣经的观点 圣经会这么说 圣经说的是能做到吗 不见得 圣经说能做到 神说的就能做 所以我们为正义而战 所以保罗说 那美好的战 那美好的战 就是正义的战争 那么正义的战争 就是他 神做掌权的这个国家 才是正义的战争 所以这里在说 世界的王将到 在他里面是毫无所有 耶稣也告诉我们 那杀身体 不能杀灵魂的 不要怕 这个世界的王 能够一下那顶 都能把你的身体杀掉 你的灵魂 它是杀不掉的 所以为正义而战 你才知道 我们里面有圣灵 我们不会被 这个世界上的恐吓 或世界上的一个 肉皮的情欲 去受伍之外 刘同书牧师 讲了一篇道 大家有机会 可以去听一下 他曾经很多人 很多年前我看过他道 他讲了一篇叫 《无能的大力》 这篇道就讲这个道理 释迦给人看的是 愚昧之质 释迦给人看的是 简直是无能的 不得了 但是释迦就是 无能的大 偏偏这个释迦就造就了 把人的队友出去 偏偏这个释迦 能够让人使人复活 耶稣基督引出释迦复活了 所以保罗在告诉我们 那是他身体的不要怕 反过来怕 又怕怕你的身体 又怕灵魂的内力指 谁要应该怕 我们应该把我们所有的精力 所灵的工作 还有我们自力的戒症 都拿到主面前 让神的灵 得到荣耀 我们才能占那个蚊 才能够得射 那么在我们在 选择不一样的选择 做基督精兵的时候 第二个叫 当跑的路有没有跑进 人生又像个运动场 你们又发现 就像运动场一样起跑 我们一出生开始起跑 甚至我们得一种周围开始起跑 但是这个起跑没有完事 我们一定要跑 当跑的路 一定要跑近 才是可以的 那么这首诊跑近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啊 一定要跑到终点 跑到终点 我们才是走得顺的 这是每个信徒都要走的路程 所以西班牙圣也告诉我们 我们既有这么多见证美 我们现在很多人已经跑完这一趟路 不是我们自己在跑 以及圣经告诉我们 这么多人在跑 如同鱼站 鱼的我们 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 脱取 容易传来我们的罪 纯心忍耐 恩啊 摆在我们前途的路程 圣经一直在鼓励我们 不只是我们自己在跑 很多人已经跑过 所以保博在告诉我们 我们是不是在这个 神给我们当跑的路上 为什么说是当跑的路 因为世界上的道路太多了 丁丁们吧 我们有时候可能跑世界上的道路 我们认为我们在跑神的道路 实际上我们可能在跑世界上的道路 如果我们不是在神的道路上 我们就跑出了道路来 如果我们跑出了道路 最终走的目的地也是不一样的 你也走到讲场 所以一定要跑对道 而且跑在神的道路上 而且跑到底 那怎么跑 就要向着标杆 所以他在一直告诉我们 向着标杆时跑 要得到在基督耶稣里 从上面召我们我来得的奖场 这就是标杆 神已经给我们列了标杆 大家都知道运动员 一跑 特别是奥林匹克 你知道他都有运动员的规则 运动员的方向 目标 你才去跑 哪有运动员上 连目标都不知道跑的 没有的 所以求神真是带领我们 我们教会既然立了这个五年人的目标 我们第一天真是为这个同一心可疑来祷告才是对的 我们真是为了我们教会能够变成祷告的教会 一说祷告都是同一心可疑的不得了 一说祷告都愿意来祷告 一说宣教我们愿意宣教祷告 为宣教奉献我们的坚钱 甚至我们要全心奉献 这个就是我们当好的路 这就是我们第一天为要跑的这个一条路上去 我们要问一下 我们是不是在这条路上 如果你不在这条路上 你可能还不是在我这条路上的方向上 所以一定要在当好的路上 我们神才能够纪念 所以哥林多书也告诉我们了 我们好的路不是平民无故 就没有方向的路 哥林多书告诉我们了 所以我们刚跑不像无定向的 我们斗拳不像打空气 我是功课习生 叫圣父我 恐怕我传飞给别人 自己反为弃绝了 什么意思啊 保罗在传飞 保罗在热心里就传 但是保罗说 你一定要向着标杆去跑 否则你传了半天 别人得救了 你可能走偏了 你可能都不知道你往哪里走 所以一定要向着标杆 而且跑进才是可以的 保罗就是 他被神捡选之后 他就立刻悔改 原来他的方向就是不对 保罗原来走的方向是错的方向 但是他被神蒙召之后呢 他就立即悔改 为主做见证 为主奔跑 他那里以前所有的路 保罗并没有选择一条 他愿意走的安逸的道路 保罗被神蒙捡选之后 他走的路是非充满经济 充满危险的道路 所以他所走的路不是为了成功 不是为了灵欲 当跑的路跑进了 这就是指着我们精神的责任 我们每个基督府都应该是有这个责任 那么要被这个责任 我们就要付责代价 而且会走这个路 这个路会忐忑 而且漫长 有时候呢 我们可能会发生起来不到的事情 所以圣经告诉我们 对那些心怀而言的人 你如果不坚定这个信心 就会出问题 这样的人不要从那里得到什么 心怀而言的人 在他所一切所行的路上 都没有定见 我是怕这些圣经章节 圣经说的东西 没有一个不成就的 神已经告诉你 心怀而言的人 你不要从神那里拿到 什么东西都拿不到 你们亲近神 神就会亲近你 你们已有罪的人 要清洁你们的心 心怀而言的人 要清洁你们的心 今天神看着我们了 天气也在看着我们了 很多人也在看着我们 撒旦也在看着我们了 我们是不是在跑到终点 我们是不是在半途而飞 不少人跑得很好 其实跑得很好 但是很多人就被半途而飞 很多人找不到 边界慢慢 有个例子大家有没有记得 有个叫李戴尔 他另外有名叫李爱瑞 他是一个宣教师的孩子 他出生了天军 那么他有人给他拍了电影 叫火和战车 他得了奥斯卡的奖 那么李戴尔是他的父母 在蒙古地区宣教 结果他出生在中国 那么他是英国的宣教师的孩子 1924年呢 7月份就下节奥运会举行 在巴黎举行 那么李爱瑞就带来英国 参加一百名的决赛 他是铁定能拿一百名决赛冠军的 可是当他拿到这个比赛的行程表上 他发现一百名比赛安排在礼拜天举行 第一点问他在这里没有奥运提供运动员 如果有比赛 你是比赛运动员你怎么办 于是他坚定地放弃参加礼拜天的比赛 因为对到信仰的浅诚 执着的他认为礼拜天是敬拜上帝的日子 应该当此分别为胜 当有人劝他说 一般你比赛是三天的下午进行 你大可以在上午去参加敬拜下午来比赛吗 怎么不行啊 甚至连营火的王子也出面来劝他 为我争光 但是李爱瑞坚决说 整个主人都是属上帝的 都应该用来敬拜上帝 而且认为上帝赐给他的天赋 应该是首先来荣耀神 而不是荣耀国王 而不是荣耀国家 上帝包括一切 听见了吗 这就是精兵 这是神的仆人 这是神要的 李爱瑞这个举动 招致了很多批评跟非议 很多国人都不满意 很多人都认为 他肯定拿金码交 他不参加 甚至英国的媒体 开始严厉地指责他的这一个行为 甚至说他是叛国 因着李爱瑞的执着和坚持 英国的奥运会 就不得不得自函给奥运会总会 恳求他们来改变这个行程 结果没成 没成 英国奥运会人就没有办法 只好把李爱瑞安排到不是礼拜天的另外两个比赛 一个是200名 一个是400名 都是另外一天在比赛 果然在普世新一天的那200名比赛中他得了铜牌 但是400名比赛紧接着200名不到两个小时尖隔 他当时全身肌肉疼痛 而且他抽到了400名比赛时最鼓励的外道 第六道 他整个人感觉到他垮了一样 第一简论 就在他感到绝望的时候 他的一位按摩师塞给他的一张纸条 撒末尔是怎么写的 因为尊重我的 我必尊重他 藐视我的 我必轻视你 这句话是哪里 是撒末尔记 第一简论 这是撒末尔记说的 你尊重神 神绝对会尊重你 你藐视神 神也会轻视你 他果然拿了这个条 而且这个条后面 那个按摩师道的助理成功 他带着这个斗子 带着神的应许 他参加了这个跑步比赛 结果他跑了400年决赛 不但拿着金牌 他破了奥运会的纪录 也破了世界纪录 直到第十届 过了几届之后 美国的一个选手 才打破了他的纪录 第一简论 比赛结束的时候 有人就问他 就问他 你为什么这么做 你还会怎么回答他 我得到了神的救护 是神带着我 跑 第一简论呢 这就是他的竞争 他相信神的同在 他要让世人看见上帝的荣耀 看见神果然是厚厚的赐福 那些敬畏他的人 这也这一例子 这个金牌 也化解了美国 英国人对他的固惧和不满 李艾瑞在这个事情上 是非常的荣耀神 那么我们前一段时间 正好有时间 我们去多年人家也度假了 那我们当时都没有行程的安排 但是我们去多年 有一天往上去飞一下 我们非常感谢神 我们小朋友 弟兄姨姨姐妹 能够把自己的 二十二公里的结婚 拿出来一起来敬拜 我非常感恩这个七天中 这是最闪亮的点 我每次看这个录像 我就感恩 我们能够有这样的机会 来感恩 感谢神是多么的好 神得荣耀 第一节目 诗篇怎么说的 看嘛 弟兄和我同居 是何等的美 何等的善 何等的美 这是神要看的 神要看的 我们第一节目 是何等的善 何等的美 第一节目 我们如果选一个 就是为了最重要的考试 保罗所所信的道员 你守住了 那么他生命中 最终守住了他这个道 这这个道怎么守住啊 你守住了吗 我们问一下 我们也没守住这个道 这个道就要靠每天读经 我们每天读神的话语 并且生活中去遵行 这个才叫守住这个道 这才是考试 同德过的 那么守这个信仰 经过这个考试 怎么考试 就要靠环境和时间的考试 我们经历着住 环境和时间 我们才能够守住个圣子 我们才能经历着这个考验 大家都知道 中国现在流行 很多第二代成功 跟失败的一些故事 那么中国现在有个词 叫富二代 你我可能不属于富二代 观二代 你我可能也不属于 我们就天天啊 对吧 我在深圳的时候 就听到很多个傻样 那个谁谁谁 谁谁谁的儿子 哎呦 那能认识的大瓜儿的儿子 那不是不容易啊 第一点问嘛 但是这些名字现在都变成个腐败的名字 这个名字已经变成了腐败 拜他的名字 因为三个月的东西到了二代全部给败掉了 这就是说我们的信仰一定要尽得住考验 我们的信仰一定要尽得住环境和时间的考验 那么提摩派派说什么 因为知道我所信的是谁 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付他的一切 提摩派就是坚信他能够守护这个道 而且经历的环境和时间的考验 我们还没有面与这么大的挑战 所以我们现在真的不知道能不能进出这些考验啊 我现在看到很多很多教会他们前面东来东西断了下去 他们那个教会前面又要办一个另外一个地方 而且他要花很多钱上去出场地 第一点问嘛 我们非常感谢什么 我们还在这个场地呢 我们这个场地我们从不来买清博合同 这就是什么问题 你去哪个教会 你现在合同都是很准备很严峻的 第一点问嘛 但是如果教会发展长长到一百甚至一百五十人之后 教会就要建堂 很多教会建堂就很多人就离开 这就是考验 看这个环境你能不能考验 很多人一建堂就离开 因为什么 我们本来就是当那十一附近要教会神 那么建堂当然你要当那十一封建之外还要进去 很多人就做不到 经历过这个考验就会离开 那么很多教会要强调十一封建有人也离开 如果讲到的故事 如果经常讲谦卑啊认罪啊顺服啊 那也有很多人不干了 你这个讲到太深了 你这个讲到太砸我的心流血 我不干了就走了 第一点问嘛 这就是个考验 我们的信仰能不能进入这些环境和时间的考验 这里所说的守住的意思就是永远不放弃 永远守住 把起初的爱心坚持告别 而且他说经得起时间的考验是什么 大家有没有想过 有没有想过时间的考验 这所说的守住这个信心 我们看一下我们的下一代信不起耶稣 这是很大的考验 我们的孩子信不信神 最终是他跟神的关系 但是他信不信耶稣 就是我们对他们营养非常之大 我们上一代做父母这一代 你的信仰漂浮不定 你的信仰不坚定 你根本就不像基督精兵的样子 孩子信不信他也不知道 我们那么让他守住这个信仰 时间能不能讨厌得住 我们看我们的孩子们 我们的心情 我们真的要做精兵 也是照顾我们自己 也是照顾我们的下一代 保罗对提摩太说 因为我知道我说信的是谁 保罗就很确信 我们也是一样的 如果我们确信那天 我们不但要守得住 经得起环境 也经得起时间 那么信仰就要会受到逼迫跟反对 但是呢神有幼稚 我们不是白守这个信仰 神那里有无限的恩典 无限的赏赐 我们最后呢有公义的光年 给谁留 不只是给宝宝留 给所有爱慕他显现的人 都有这个赏赐 我们不是为了赏赐去追寻神 但是呢我们要知道 神那里有丰富的奖场要给你 神要发出去这个奖场 你的能力 那么西伯来书告诉我们 人非有信就不能得到神的喜悦 因为到神面前的认人 必须信有神 而且信他赏赐 他寻求他的人 这就是圣灵的教导 圣灵没有说 哎呀你就信神就行吗 有没有赏赐不重要 那就是偏的 那不是圣灵的教导 你一定要相信有神 而且相信神赏赐那些寻求 他的人 给所有愿显现的人 第一简论呢 那么怎么样才能做基督的精兵 愿意受苦 圣经刚才说我要 你要和我同受受苦 要好向基督耶稣的精兵 你想做精兵就要受苦 实际上所有的基督都应该面临上的 受苦的心思才行 我们俩俩服侍神 难免就要受苦 保罗通过监狱 历难所有的神的仆人都被诡谤过 被 甚至有些人就被虚告过 但是他们仍然站在真理的一边 那么如果为基督成为精兵 记得有勇敢 像保罗 你看保罗就敢讲公义 他把公义节制和家人审判在谁面前讲 他把在菲利利面前 菲利斯面前讲的 就是罗马的审判官面前 他都敢讲这些东西 所以他就怕了 你看罗马的审判官说什么 说你暂且去吧 等我便再叫你来 传福音的他们审判官 我们干嘛 我们到法庭呢 敢给法官传福音吗 要勇敢 第一节目呢 这个勇敢 我们不一定对这个法官去讲 我们敢不敢 给我们的亲人传福音 我们敢不敢 在我们的亲人面前打破 我们敢不敢在我们的亲人面前 有意无意的那种讨告 这就是勇敢 这个勇气都没有 我们就不是精兵 我们就不是精兵 所以施洗约翰更是了 施洗约翰指责也是菲利 娶了他弟弟的媳妇 他就被看到了 听见了吗 这就是勇敢 彼得责备犹太人 但是呢 彼得的讲道竟然有三千人的成就 要勇敢的心智 今年的基督徒大了太少了 怕得罪人呢 怕说多了 怕说错了 怕又是什么爱心 我们怕很多东西 我们有时候也怕我们的地位名声 我们也怕我们在世上的利益受到影响 有时候我们不敢 对 耶稣都说了 对就是对 错就是错 对错还是很分明的 爱心不爱心是另外的 对错还是很分明的 说明一定要做勇敢的基督徒 才是可以 那么今天很多教会分裂 为什么分裂 大家也没想过 因为很多教会呢 很多人是英本基督徒 没有精兵 精兵不会分裂的 很多baby基督徒 英本基督徒 那英本是干什么的 英本就是抢 英本就是打架还不软了吗 英本就是打架 精兵是干什么 精兵是打仗 看到吧 这打仗跟打架是不一样的 很多教会打架 没有精兵去出这种话题去打 打仗 所以就会出现分裂 所以我们真是要调整 我们的心态 每个都变成精兵 教会就会成长 我们就会往前走 我们就会走出去 我们就会勇敢的心态 那么作为基督的精兵 就有必要立下心思 圣经说的 不要将失误缠身 好叫那招他当兵的人喜悦 世上的东西太残着我们 我们没法服侍神 我们没法专心 这就是我们概念的心志 专一求神的喜悦 这也是我们上次讲到提到的 先求神的果实而已 圣经从头到尾都是这种教导 但是我们有时候很难免被世上的人缠起来 然后搅在一起 两边都是他 但是圣经也告诉我们 两边都是他 但是圣经也告诉我们 两边他是没有用的 今天的基督徒跟十二十年前 跟以前的基督徒比 我们的条件实际上是太好 今天的基督徒有门徒培训 领袖培训 步道 电子版的图影一漏像 这么好的宗教什么都有 那么是不是今天的基督徒就变得更好 不切得 这就是神所说的 你一定要有心志 有中心的心志 才是可以的 那么成为基督徒的精兵 要做精兵 今天为什么讲精兵 如果不做精兵 就会做什么 就做乱兵 你不是精兵 精兵之外是什么兵 就是闪兵 一般闪杂 不是精兵 就是闪兵 就是乱兵 那么圣经也告诉我们 我们与神同工的 也劝你们不要投手 他的恩典 那我们白说了恩典 我们白表了信主 我们不是在被主做精兵 而是在做乱兵 而是在做乱兵 那么如果不读精 我们就很容易走偏 我们很容易走偏 哎呀你怎么这样呢 你好去看圣经 圣经你怎么教导 那么我们有时候不经常读精 我们就很难明白神的旨意 很难明白神的旨意 因为走 因为走那个路要吃苦的 知道走那个路 就不能偏自己 良心在责备自己 所以很多人又不敢爱这一路 不敢爱走精兵这一条路 那么如果我们不知道 多种的精兵这一条路 我们就会变得乱兵 圣经也告诉我们 如果我们不能成为神的器皿 我们就可能成为魔鬼撒旦的器皿 要警醒 如果我们不是在做神的事 我们就在帮魔鬼撒旦在做事情 第一姐妹们 大家都知道铁丹一号发生的事情 铁丹一号从头到尾真心思想 他们选了一个不一样的选择 我们看一下铁丹一号当时发生过什么事情 是1914年铁丹一号从英国 开到美国的游轮 当时这么大的船上 栽了两千多人 其中感谢神还有一位牧师 这个牧师的名叫约翰伯伯 他是硬邀去美国参加目的教会的一个葡萄会 听见了吗 神的安法就这么奇妙 约翰伯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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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他们让很多人有秩序的让人扰弱病惨 父母们先上救生厅 那么船开始断裂了 断裂之后他们还是在唱歌 那么胡博乌士他自己也掉到海而已 那么他掉到海 他没有救生缺 当时这两千多人 他们认为铁拔铁号永远不会成 所以他只准备了七百多个救生缺 当然这七百多人才能得救 剩下人就是掉到水里了 那么这个胡博乌士也掉到水里 他结果抓到了一个浮标 结果在老远地看到另外一个年轻人 结果他就可能碰到他没什么东西 那么胡博乌士碰到年轻人就问他 年轻人你得救了没有 年轻人回答说没有 那么一个海拉又把他们分开了 结果他们又碰到一起之后 十分钟之后 牧师又再问他 你与神合好没有 他的回答还是什么 一个海拉又把他们分开了 那么最后一次再靠近的时候 年轻人已经疲惫不堪 快要淹死了 那么胡博乌士就把他的浮标刷给他了 然后跟他说年轻人耶稣要救你 他自己就生了大海里去 天亮了很多人来开始捞这个尸体 那么这些当然了 当时这个捞这个尸体的时候 这个年轻人还活着 因为他有这个木头子在他身上 他虽然没有救生巾 他也被捞上去了 结果胡博乌士没有能去参加 每次美国芝加哥的 目的教会的这个见证会 布道会 但是这个年轻人去参加了 那么这个年轻人在那里做见证 他当时说胡博乌士做了一个不一样的选择 他宁可把自己牺牲 把木苗给他了 他得了救 铁大利亚洪洞的全世界 造成了一千五百多人死亡 仅有七百零五个人获救 很多人目睹这个见证 特别是基督徒 这一群基督徒做了生命不一样的选择 受了很多的感动 当时很多这个船上都是头灯舱 做这么豪华的船都是有钱有势的人 那么有很多头灯舱 美国的和英国的大百零星的创办人 西欧名人们 他们都受了这个胡博乌士和基督徒的概念 他们把他们的就算钱都捐给别人 所以很多妇女孩子们都救了 还有很多男人都把自己的这个 这种钱给了别人 安德斯这个价值观 你说谁的价值高 一个百分公司的老板 一个西欧 一个大老板 大公司的老板 她的价值数是高 这一个没什么地位 妇女儿童她有没有价值 偏偏这个船上 在这个基督徒做了见证 偏偏他们就把这个价值倒门 他们选择作为不一样的选择 整个美国受了很多的影响 这就叫不一样的选择 做基督徒的精兵 弟兄姐妹们 完美的人生 我们就要面对像宝贝一样 我们最终都能够见主面那天 都能够说的美好仗 我打过了 当好多路跑进来的时候 心得到守住了 我们爱慕主的这个显现吗 我们准备好了吗 我们哪天放到铁南电话 我们能不能这么做 如果我们平时的信仰没有准备好 我们很难做的 真是我们要做准备 我们才能守住这个道理 所以爱慕主显现的人 我们就肯定是很认真 进行准备 我们在我们每个人自己的岗位上 就会来侍奉神 我们不一定跟这个 苦果牧师这么伟大 我们不一定跟狗贝勒牧师这么伟大 但是我们有自己的姿势 我们家会很小 但是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摸摸汤 我们每个人都有主 主打次 主打还是主眼 就这么小小的指责分工内 我们能不能为主而活 能不能最不一样的选择 做基督的精兵 做基督的精兵 我们就要参加属于征战 做基督的精兵 我们就要做出这个属天的道路 就要跑进这个道路 就像李安律一样的 若做基督的精兵 我们一定要持走这个信仰 要面临考验 时间和环境的考验 做基督的精兵 就像铁罗尼澳 虎本牧师一样 我们做一个不一样的选择 我们才能成为基督的精兵 我们来做一个道道吧 主要 非常感谢你 感谢你给我们这种时光 来分享 做一个不一样的选择 做一个基督的精兵 主要 我们有很多得罪你的地方 我们有很多软弱的地方 我们在生活 我们的心思意念 言谈即止 我们没有能够配合你的地方 我们等来这些不配 主要 感谢你 解决这些不配的人 求主连领我们 加固我们的力量 让我们在一场生活中 能够在我们的环境中 在我们的限隔条件中 能够把神放在第一位 真正的去选择神喜悦的东西 不要随于效法四季 而是效法神 给我们的心一块一面 来追求神让我们可恶的东西 让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做到 基督的精兵 能够带领教会 就是教会未来的五年的发展 不要变成老化的教会 宣教的教会 全新奉献的教会 我们要靠着精兵 才能去完成这个目标 求神带领 让我们在座的每个定阶队 还有我们的听到的人 都能够做基督的精兵 让我们把我们所有的时间 精力 精险 教透着神的足力 来我们要求 来见证神 感谢神 奉耶稣基督的领导吧 阿们 感谢神啊 阿们